Wonder Audiobook 漫游有声书 开启小铃铛 让幸福蔓涌在原生的乐园 话不多说 一起套上神怪旅程的故事 来聆听第十六章 一念 你 你是否有病 我将灵魂给了你 我不是命都没有 而且 我怎么能信你是否真的 对啊 你又说的有道理 你又真的不应该相信 那既然不相信 我还是先离开了 你就在这里慢慢等 我也希望有一天你能等到高森 那再见咯 等 等 等 悟空担心修罗一去不回 也拥有了措施此次机会 所以马上回应 致使他离开 大圣爷 不要再犹豫不决了 坦白说 你现在除了能信任我之外 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除非你喜欢一辈子 都待在这里 而这世间 也只有我们修罗 才有能力协助你交易灵魂而不死 还变得更强 及永生 我们修罗族 继续在黑暗的深渊中 我是你内心深处的欲望 我都既然和你是同体的 我怎么会想害你 而且这世上 我保证只有我最能了解你 好 我将灵魂和你交易 记得 如果你骗我 你一定死无全是悟空 悟空 悟空 你快醒过来 佛陀 不断地拍打悟空的身体 希望能迅速叫醒他 经过多次叫唤后 悟空开始渐渐恢复意识 进入苏醒状态 但此时 他的身体 依然柔软无力 发 发生了什么事 我 我在哪里 我 为什么会睡在这里 佛陀 你也在这里 好了 好了 我正好 要 找你 找你报仇 报仇 报仇 满脑子就想着报仇 你都不看看你现在什么状态 现在 你有能力报仇吗 我就在你面前 来呀 我给你报仇 有什么用 你看你连提起拳头的力气都没有 还说什么报仇 刚才你差一点连命都没有 尽兴 我和专理提刚好来得及赶上 制止你和修罗的灵魂交易 悟空 你是否疯了 你在五指三至几百年 是否白过 你知道 当你正式将灵魂交付给修罗后 你就永远回不了头 你就会 真正成为一只恶魔 一具失去灵魂的恶魔 到时候 我们没有任何一位能帮到你了 专 专理提 就是那个 我要去找的 太好了 免得我再去天国找他了 今天 就让老子先收拾他 他在哪里 够了悟空 听到你心中的喜念 就是因为你这样的德性 才差一点沉默 若不知川里提看到你这一点 将你安排在五指三下 你早便沉默了 你具有潜质能修成正果 可惜当年 你力气太重 所以只能靠五指三的 明川大气 玉露 与山脉间的灵气 冲淡你当时的仇恨与魔性 同时 等待着数百年后 你的有缘人玄奘至此 但你往西方取经 修悟成佛 你 既能成佛 亦能成魔 今天 为何你的欲望 会召唤到你内心 深渊的修罗过来 还差点交易了你的灵魂 就是你的魔性 在内心不断地翻腾 已好几百年 玄奘 亦已从中途大唐国出发了 你就差那一点点 就能修成正果 如果 今天我们最终没有赶上 你在此所修行 与等待的一切 便前功尽弃 阿修罗 是一群好战的民族 他们不属于神 魔 人 三大界别 他们 一直住在深渊黑暗处的 另一个空间内 他们 亦会潜藏在每一个 拥有灵魂生物的背后 他们 需要吸食灵魂一座养分 只要有欲望的地方 就会听到他们的声音 当初 路西法 与福音天使的堕落 就是因为欲望膨胀 最终 掉进了黑暗的深渊当中 被专利体 贬为堕落天使 后来 为得到更大的能力 及满足 无穷无尽的欲望 和天国抗衡 他们直接将灵魂 卖给了深渊中的修罗 而成为撒旦 福音天使 与阿修罗族群 一直以一光 一暗的形态 互相生存着 他们并非生存在 同一个宇宙下 而是分别存在于 两个完全不同的 平行宇宙之内 所以 在专利体 所创建的宇宙里 阿修罗是没有肉体 亦没有灵魂的 他们是透过连接 两个平行宇宙的虫洞 Wormhole 发出声音 从黑暗深渊 勾引拥有灵魂 生物的欲望 直至他们被吸收 至阿修罗的 平行宇宙之中 福音天使的创造 其同龄者是川里提 而阿修罗族的创造 其同龄者 是阿修罗王 罗侯 Grehu 川里提 我们有多久 没有听到彼此的声音了 我们虽然一直生存在 两个不同的平行宇宙 但我一直感受到 你的存在 就好像 一直在我身边 自从宇宙之母 从无极分裂出 阴阳两仪 宇宙 便从虚谷 孕育出生命 而我们 各自成为了负责 两个不同的平行宇宙 我们都是从无极 开始获得了生命 我们分别负责 掌管 异阴 异阳 当时候 我们亦不知道 彼此间的存在 我们都各自 处于自己的宇宙中 宇宙 从大爆炸开始 分裂为阴阳两极 此时 我们成为了 两个平行宇宙 不同的创造神 你 掌管着光的宇宙 而我 负责暗的宇宙 在宇宙里 阴阳 光暗 从来没有好坏之分 一直有相生相克 所创造的正负能量 我们 彼此一直维持着 整个宇宙的运行 我们两者之间 都是为着 到达相同的目的 只是我们运用着 不同的方式 你 利用着正的能量 而我 运用着负的能量 但我们互相 都是为了供给 整个宏观宇宙能量 其生命的平衡 我们亦在各自的 平行宇宙里 再发展出 更多不同的 多元宇宙 最后 就如同蜘蛛网一般 源于一点 再为两点 再从两点 化为四点 四点 再衍生成八点 如此类推 最终 宇宙如网状般 存在着不同的可能性 时间线 已存在着 无限的多元宇宙 这时候 阿特罗王罗侯 从他自己的平行宇宙 透过黑洞声音 传给传理题 我亲爱的同胞兄弟 罗侯 自从宇宙之初后 我再也没有听过 你的声音了 当然 我也一直感受到 你与我同在 但再次能直接 听到你的声音 还是感到非常亲切 及温暖 虽然 我只能够看见 我平行宇宙下 所有多元宇宙 发生的可能性 并不能看到 罗侯 你的宇宙 但我能意识得到 我们很快即将重遇 自从行者 无空的诞生 我便知道 我们再次相遇的这一天 即将降临 一切的发生 并非巧合 宇宙之母早在人间 一万三千年前的 大洪水时 你透过大盘石 孕育悟空 来安排今天我们的相遇 今天 你到了要找的主角 亦不是悟空 而你早知道 火会出现 所以你的目的是 为了透过魔化悟空 而引诱我到来 六百年了 当初 我安排悟空 封印于五指山 除了为了控制他的戾气 等待得到高僧到来之外 也是为了今天 我们的相遇 为了我们今天的会面 我还透过肉身 在人间经历了一段旅程 除了自我修炼 亦将宇宙间的道 亲自在人间做分享 我相信我们这次的相遇 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 喜欢我们的影片 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让幸福 漫游在人生的乐园